当人在病塌当中感到痛苦、无助和哀伤的时候 什么是他最大的需要呢? 如何可以找到生命的盼望呢? 他知你痛苦,疾病中有盼望 我们今天请来 香港私立医院阮目事工主任余孝国阮目 阮目你好 嘉嘉 想问一下你 在你多年探访和牧养病人的过程当中 你认为病患者和家庭和家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我们阮目其实是一个即时的关心 在病的过程当中 可能里面有很多情绪 我们阮目最重要的就是心灵关怀 心灵关怀里面有很多东西 一般人心灵关怀 心灵是什么呢? 心灵有很多需要 如果我们所谓学术性一点 我们就说人里面有一些主题 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例如生存的意义和目的 有没有一个自主性 或者是有时牵涉到什么 在生命里面去了解他的需要呢? 这个接触 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技巧 我们有一个专注的聆听 和一个同理的回应 意思是很专心去听对方 那时此时此刻的需要 他可能是在表达他的情绪 一些正如刚才所说的需要 心灵或是灵性上的需要 那我们的同理回应 就是以同理心去回应他那一刻的需要 一般来说 其实没有受过训练 你会发现大多数人 其实不太懂或者不太知道 当别人一说得很辛苦 或者特别哭的时候 那你就很自然就阻止他 叫他不要哭 是啊, 太好了, 不要哭 不要哭, 按一下, 又拍他, 又抵纸 就直接是我们叫他停止了他 就是停止了, 阻止了他 明明那个情绪是在出来的 一个感受, 他在抒发你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时候 就很容易阻止了他 于是他就疼了 其实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是不好的 就是我们一般 大家我想都有留意一些 叫心理学, 情绪各样的情况 那人里面有东西在出来的时候 你按住他 就像你想打黑痴 那样你忍住忍住 或者你明明有些痛的 你想叫 不停忍住 其实就移到内面了 我们就说都不是很理想的 当然就是如果病人和家属都在的时候 最理想其实是分开好一点的 意思就是说 有时有些 我发现探病的时候 有些家人懂得做 就是一谈开多一点点东西 所以那个病人 那家人就自己移开 就是他知道这个时候 等于木单独和他聊 那在这个对话当中 同样就是可以 希望单对单地跟他聊 那就是比较好一点 那其实以你这么多年木养的过程 我相信都见到很多不同病者的需要 或者家人的回应 其实当中有没有一些遇到一些很困难 或者令你很难忘的经历 最近一次的例子就是一对夫妇 丈夫病了 那太太就在旁边陪着 在那里跟男人 就是可能男人和男人谈 就容易谈 那谈他就 他真的男人有些情绪 可能哭 或者说一些他担心的东西 那他老婆就不太会做 可能都是 都没有受他专业训练 那就是没事的 不要想起这些东西 就立刻阻止他了 那我也有一点不客气 就是我觉得他都 因为他的年纪都不算很大 那我估计他是明白的 那于是就直接跟他太太说了 就是说你让他说一下 那太太就很诚慕 立刻收到之后 就立刻收声 那就是真的让丈夫说了 那我们追回的原因 就是他自己承受不了那份痛 那份很澎湃的感情 那他自己受不了 那他就阻止他 你不要说了 其实他心里面那句 他说我们不信 但是他不知道 那比我们有一个 安静的时间这样谈 那就比较好些 第二个困难就是 我想大家都有留意的 就是我们软木 这样来去 表示我们的身份的时候 那一般人就说 一听到一个木字 就说 牧师 我不要跟我说耶稣 是 就是很容易的 他觉得 你基督教的人 牧师 就跟我说耶稣 或者他没有信仰 是的 他可能根本都没有信仰 其实我们在这个机会 都澄清了 其实今时今日的软木 受过专业的训练 其实正如刚才最初那样说 我们过去就真是关心病人 或者家属 他们此时此刻的需要 心灵最需要是什么 就真是信仰 真的不是把第一 除非我一过去 他日系信徒 他第一时间就 哎呀你帮我祈祷 那就不同了 否则他特别提到 他没有信仰 通常都不是关心信仰 那这一刻他病 要是担心 要是痛 要是有没有得好呢 或者什么时候做了事 等等很多很多东西 于是我们就透过那一刻的对话 就是真是此时此刻 所以不同的 就算同一个人 你不同时间探他 不同次数探他 他那一刻的需要都不同的 你自己为什么去 去情绪的舒缓里面 你从何而得力呢 那上帝 给我们看到 就是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 怎么说呢 我们其实都是用一句经文 就是我靠着 我加起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就是一 真的不是自己做 就是我知道 上帝你选择我做这件事 第一 我真的不要靠自己的能力 因为靠自己的能力 有机会骄傲 第二 就是我每一次的探访 每一次和病人的接触 就是按着圣灵 给我们那一刻的感动 那个触动 我们可以去到多少 有时真的和他一起哭 就是你见到一些很惨的情况 就是我们都会是 就是要与哀哭的人同哭 就是我上帝就派我来去安慰 去陪伴去聆听 那我自己本身的角色都要 就是一定要清晰 始终那个盼望都是从上而来 就是上帝的帮助 可以具体一些呢 譬如你自己安静的时候 你怎样去亲近这位上帝 我自己就每天都有灵修 就是透过看圣经 就是每天都去看一看神的话语 那都有时会借做一些工具 比如有时灵命日良都会 又或者一些读经的识意等等 就是每天按着那个经卷 这样顺着 然后就去看那个经文里面 先去看看神透过这篇经文 给我有什么提示 然后再去看看其他人有些分享 那个分享给我有什么提示 那这个是必须的 就是我们不要说传道人更加需要 每天是需要 一定要安静一定要操练的 那我们当然鼓励信徒 都必须做这件事 但是我们就更加要警醒 就是时刻每天就是从神的怀疑开始 分享里面 你说了个个案 是的 其实我看到你的个案 它应该是微信主 但是你又可以透过 在关顾或者牧羊上 就让它可以认识主 甚至乎它可以透过零命日两 每天零修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 这个案子也挺特别的 最初就是它的家人 就通知我 你不如帮我探一下它 那这位也是一位男士 那就都退休了 那在它的病患当中 我探望它的时候 它就不是太差的 当然它也知道自己又不是很理想 就是还有多久的日子 多长的生命 其实它自己没有把握 都没有什么信心 那么接触了它之后 它就真的好像刚才那样说 就是关心了它 跟它聊聊天 慢慢建立了关系就很重要 慢慢聊聊聊 它又自动会愿意 就是谈信仰的话题 因为始终你知道 就是人生有多少个话题 特别在医院里面病患 它一定是担心 担心 咦前面的日子怎么呢 自己还有多久的生命呢 那么谈到信仰那一边 他就开头都有一些犹疑 这样就是这个病患 是因为他身边都有一些基督徒 有鼓励他 又WhatsApp他 又说 你祈祷啊 那聊天就发觉 原来是 身边有很多人支持他 最后我澄清了一个信仰的内容 然后就一步一步地讲清了一个完整的风音之后 那么谈到最后他真的愿意决志信主 但是决志信之后 那么跟着下一步我们就当然要做栽培 灵命日良呢 就是每天都有一个短的故事 那么鼓励他 你这样看吧 最后有一个祈祷 那么我想他对他来说很简单 就是比较容易一些 那么如果有一些病人他真的很累了 又未必看到圣经 或者这些灵命日良的材料 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你觉得他们是很需要 而帮到他们 现在我都见很多就是 会播一些的 就是透过有一些不同的 叫做那些工具 有一些机器 是不是播 录音 或者录音 那现在有一些甚至电话又有 就是放一部那些机器在他旁边 就播给他听 那有时有人读经文 有诗歌 有一些的港道 有一些可能很专闻一些安慰的说话 那一直在他耳边 用上帝的说话和一些诗歌 那其实他又舒服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一路 他又不一定要很花神 有时他一醒一醒 就又听到 你知道上帝的说话很有能力 可能就是那一句他就感受到 就是神的同在和安慰 就是神的同在和安慰 有哪个爸爸不爱惜儿女呢 所以都鼓励你 在你觉得很彷徨 或者无助 或者不知怎样的时候 你就安静 虚心的 去到上帝的面前 你说 神啊 你帮助我 我都不知怎样去说 求你真的帮助我 我鼓励大家去上司 如果很简单的祈祷已经足够了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经文 都经常跟病人分享的 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只要你有这个信心 你相信天父上帝 是很爱惜你的牧羊人 一个很大的牧羊人 看着羊很安慰 很懂得照顾他 一个大的牧者 我们就不会有缺乏 我们必不自缺乏 好 愿上帝祈福给你 第二节前景 就是这样的影响 好传续 更是这样的影响 你问你 我的天号 和华是许福建议 和华是奈当地前提起来的 对是这样的影响 是这样的影响